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想通过运动提升气质塑造体型 还可以跳舞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高抬腿训练不仅能够刺激我们身体的肌肉 还能提高我们身体的灵活度 当我们在进行原地高抬腿训练的时候 尽量双腿抬高和地面平行 收紧我们的腹部 摇摆双手 调整好呼吸速率 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健身速度 当然运动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控制饮食也很关键 三分练 七分吃 既不能暴饮暴食 也不能过度节食 如果你忙于事业 没有办法更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膳食 记得选择有品质 有保障的产品来辅助 让自己做到营养均衡 摄入充足 在控制饮食的过程中 建议大家运动后可以喝一些零糖 零脂 零卡的乳酸菌运动饮料 这种饮料对于健身人群和体重管理人群太合适了 好喝又没有负担 关键是还可以帮助大家减少脂肪囤积 每次运动后可以来上一罐 可以帮助大家缓解一天训练的一个疲劳 想要持久的保持好身材 养成健康管理的习惯才是王道